利用看到的先后顺序来建立信任、友好关系 我们可以在教室里做的其中一件事叫做先后 这是针对那些我们很难让他们参与第一个任务的学生的 例如,我知道他很喜欢小青球 所以我要把这个球给他 我们先玩球 然后给他临时 从所看到的安排可以知道 首先是球 然后是临时 你先要做什么呢? 玩球 然后呢,得到临时 那么我们先来玩 把球给我 再来一次 给我 做得非常好 来,这是讲给你的临时 所以,首先,然后 是适用于那些很难参与活动的学生的很好的策略 现在,我要塞米和我互动 听我的指示 得到他的信任 让他知道 我让他去做一些事情 他完成以后 就会得到奖励 就会得到奖励